这个巨人想要吃鸡腿毫不费力 肩上的小火龙就可以帮他瞬间烤熟 刚要咬一口却看到魔剑插在地上 他伸出巨手捏着魔剑仔细端详 然后看到铁柱一脸花痴的模样 铁柱也感到不可思议 真是想啥来啥 但巨人并没有把魔剑递给铁柱 铁柱开始使用美男剂 对着巨人又是挑眉又是唱情歌 巨人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开心地扭动着曼妙的舞姿 看到肉球一脸无奈 原来就在一天前铁柱吃了几粒曼月煤 使出大力搬开石头把魔剑藏进去 然后几人就地休息 将军则负责巡逻 突然他被突如其来的剑射中 是白头鹰带着五眼人追了过来 铁柱想要用曼月煤增强力量 子奈口袋已经空了 他在舔口袋的时候被巫婆发现 既然之前的临时力量都是拼凑的 他们只能选择撤退 巫婆撒出鳞粉 几人趁机逃脱 白头鹰顺利取到魔剑 殊不知还有黑蝙蝠在盯梢 他把看到的画面都传给大漂亮 大漂亮很快就追上白头鹰 俩人阿波俩鸟撕打在一起 很明显大漂亮占了上风 也许这就是背叛黑暗的下场 他们打斗时 魔剑却被巨人捡走 晚上铁柱来找魔法石 肉球带着头盔 开始无差别攻击守门的士兵 巨人则跌着木棍 跟在铁柱身后 勇士力量也由此而生 不但巨人能帮忙 就连小火龙都能明白肉球的意思 点燃自己 哈哈照亮士兵 铁柱劈开石头并没有找到魔法石 却有更多的曼藤钻出地面 黑暗之灵就住在魔石门廊内 原来劈开石头并不能找到魔法石 而是可以释放出黑暗之灵 铁柱想要激怒他 树藤却将他一把丢出去 黑暗之灵千年来一直保持树藤的原身 原来是树藤制作了这把剑 并赋予他力量 他才是魔剑的主人 千年前树藤想要得到永生 却被自己的谱弟大鼻子 用魔法石困在地下千年 他要将这种不朽 包袱在土地身上 很快大鼻子就被他掩埋 大花想要砍断他的处须 却被树藤困在地上 无法动弹 只要他站在泥土里 就可以无限蔓延 很快他就埋葬了所有反抗他的人 眼看无法逃脱 铁柱命悬一线之时 瞬间充满真正的勇士力量 他浑身散发着勇士光芒 轻松捏碎树藤的处须 只见他愤怒地拔掉树藤的命脉 为了不让大地给予他更多力量 他将树藤连根拔起 丢在地上 很明显树藤的力量已经开始削弱 他没有了八面玲珑 只能使用武力 铁柱利用肉球咬住树藤的同时 拽着绳子以约而起拔出魔剑 然后围着树藤画圈圈 他要用传送门将树藤传送到城市 在这里只有沥青和混凝土 没有了大地的滋养 他很慌 他仅存的力量 在地上打动都很费劲 还好经过不懈努力 他终于打动地下 成功掉入停车场 不幸的是下面还有五层停车场 由于长时间吸收到大地力量 黑暗之灵就这样化作一堆草木灰 被清洁工当作垃圾清理 另一边所有被树藤控制掩埋的人 都还原复生了 铁柱也从城市回到部落里 鱼人总在危险解除后出现 影片结局也充满喜剧性 两只小鸡屋选了一块世外桃源 公鸡从地上拔出一棵薰衣草 殷勤地献给母鸡 最后他们得到了一窝小鸡仔 这很可爱吧 这部影片的奇幻结合了古老的传说 勇敢有智慧的勇士 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